开门见山 普通人怎样才能找到金矿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呢 这期视频我将全方位讲解 找金矿的方法 求两个币应该不过分吧 金矿分两种 混在泥沙中的叫沙金 镶嵌在岩石中的叫岩金 不管是找哪种金矿 其难度即使称不上大海捞针 但也差不了多少 要想找到金矿 我建议大家分两步走 先说第一步 粗略定位 就是要知道 金矿最容易出现在哪些地方 避免大家直接在自家的后院就开始开挖 介绍几种原始的方法 第一种 旧矿找矿 俗话说 物以内聚 在现有的金矿附近 再找到一个金矿的概率 当然是大大增加 这不仅限于正在开采的金矿 古代的金矿的遗址 甚至不一定是金矿 铅矿铜矿等有色金属矿附近 都是金矿的高发区 第二种方法 参考地名 比如大金村 金沙江 旧金山 这些地方 其名字的由来 多半是因为这些地方 盛产黄金 或者至少曾经盛产 所以再次发现金矿的概率 也很大 比如新安岭这个词 蛮语的意思就是金山 所以大小新安岭 已经发现了不少金矿 第三种方法 根据砂金 找岩金 沙金是含金的岩石分化后 被水流搬运 然后聚集在河滩地上的 因为便于开采 所以沙金矿移植很多 找到沙金矿 顺着河流向上游寻找 就有一定概率发现岩金 古代就是这样干的 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民间找金矿的口诀 可以暂停了 给个三点再看 如果你们觉得这几种方法太业余了 且看第四种专业方法 地质勘查 从原理上说 金矿一般产生在 地壳活动剧烈 地质断裂带常见的地方 所以可以通过区域地质分析 结合摇杆 木炭 化炭 发现异常区域 然后少量取样进行验证 就可以定位金矿潜力比较大的区域 其准确度相当的高 当然门槛也比较高 有功夫的可以去研究一下 有了金矿的粗略定位 就可以进入第二步 实地找矿了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设备 就是黄金探测器 市场价从几千到几万不等 这种探测器 看起来是不特别像碳雷器 它们的原理大同小异 局限性也很明显 尽管某些黄金探测器 号称黄金猎手 但其实 它们探测出来的 也可能是其他有色金属 不能保证 百分之百就是黄金 另外一个局限性 就是灵敏度了 灵敏度比较高 价格比较贵的 可以探测到一克以下的黄金 深度可以达到十几米 找到一些大颗粒金问题不大 但是细小的金砂就有难度了 适合在河滩地上 混混运气找找大颗粒的砂金 说不定还能找到 价值连成的狗头金 可能有人会问 找到大颗粒的金 是不是就算找到那种 可以挖个几十年的金矿呢 那我们就来插入一个话题 说说金矿的定义 能够称之为矿的 理所应当具有一定的开采价值 一般金的平均含量 也叫做品位 需要达到一克每吨以上 开采条件极好的 可以向下浮动 另外就是总的含金量 也要足够多吧 至少数十吨起步 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金矿 那要找到一个真正的金矿 有没有那种不花钱又简单的方法呢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设备 淘金盆 这是一个流传了千年的 古老的找金手段 市场价40元 相当便宜了 有资金压力的 甚至可以自己做一个 它是利用黄金比重大的特点 将泥沙一股老的全部放入盆中 不断地在水中涮洗 其中的泥土被水带走 再用手剔除大颗粒的石头 最后剩下的就是黄金了 国外有些地方 甚至把这种淘金方式 当作娱乐消遣 淘金盆淘出来的金砂 撑中后就可以算出金的品位 如果达到了前面说的成矿水平 那你就算找到金矿了 不过呢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 找易于淘洗的砂金矿 其实砂金早已不是生产的主力 盐金才是现在的重点关注对象 那怎么找到盐金矿呢 如果你非要拿个锤子 拿个放大镜 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敲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推荐使用另一款设备 野外黄金快速分析箱 没错 它只是一个工具箱 相当于一个野外的操作台 箱子里面的工具才是关键 其基本原理是用网水 溶解矿石中的金 再加入落合剂显色 通过检测颜色来判断金的含量 有点类似于初中的化学课 用PH4值和笔色卡 测定溶液的PH值 为了野外快速分析 又延伸出了两种笔色方法 一种是用有机溶剂 萃取带颜色的落合物 然后用萃取后的颜色和笔色卡对比 一般目测就能判断金的含量 一种方法是用一种特制的溶剂 让带颜色的落合物 形成很多微珠吸出 再加入表面活性剂增强颜色 最后一步还是笔色 从而测出含金量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专业 没错 专业的找矿队伍 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 在野外定位金矿能 不但准确可靠 而且速度也很快 只需要几十分钟 甚至是几分钟 就能得到一个定量的结论 而且这种野外快速分析箱 还能有效的判断 除金以外的十余种矿物含量 相当的实用 有兴趣的可以入手一台 以上就是普通人找到金矿的方法 其实并不简单 所以我们更要感谢 曾经的武警黄金部队 这样的专业找矿队伍 风餐露宿 为我国的黄金储备 经济发展 做出的巨大贡献 找到金矿以后 要怎么开采呢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最后我强调一下 本期视频只是科普一下 如何找矿 在我国 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 所以找到了金矿 记得一定要上交国家哦 私自开采 可是违法行为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一个三连 我是工程师 许小道